生活中,大家一定最痛恨两个字,小三。 娱乐圈历来不乏小三事件,为了金钱,为了名誉,为了种种, 但大多时候,圈内人沉默不语,圈外人看得热闹, 整个事件彻底沦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而最终上位的,就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吧。 一林月云,年轻时,凭借长相甜美,嘴巴甜, 林月云结交到了好闺蜜郭淳美,郭淳美经常把她叫到家中吃饭, 谣天,可林月云竟然看上了郭淳美的老公。 郭淳美的老公侯世红,是个不折不扣的富豪, 出身于名门望族,职业演员兼制骗人,有言有权,有爱又有钱, 因此,林月云对闺蜜的老公展开了追求,在林月云短信轰炸, 电话关心,甜言蜜语的攻势下,侯世红随即沦陷, 不再有半点推脱的意思。 后来林月云甚至带着肚子去逼宫,只不过郭淳美可不是软弱的人, 面对侯世红拿出的离婚协议,她没有签字,为了弥补林月云, 侯世红将孕妻的林月云安排到豪宅内安心养胎,怕她一个人孤单, 还给她介绍新的朋友,和她一起打麻将,消遣时间, 并且给了林月云大笔的生活费,只为了讨她欢心, 侯世红为林月云介绍了新朋友, 这个朋友正是蔡桂照,贵为国泰集团创办人蔡万春的长女, 也正是名副其实的大家闺秀豪门千金, 孕妻的林月云经常去蔡桂照家中打麻将, 楚楚可怜的林月云用同样的手段, 扮猪吃老虎赢得了蔡桂照的信任。 蔡桂照见林月云大着肚子行动不便, 就经常让邱家雄护送其回家,一来二去之间, 邱家雄对这个温柔,风韵犹存的孕妇动了感情, 林月云也没有推脱,就此两人开启了地下情, 但是后来俩人的事情还是败露了, 2014年70多岁的邱家雄被查出癌症晚期, 邱家雄将自己的家产全部转到了林月云的名下, 有给自己原配的反而是少之又少, 但林月云带着继承的家产离开后, 并没有去邱家雄告别会, 二高金素梅,1985年, 高金素梅曾与有台湾音乐鬼才郑静一, 上演过一段才子佳人,美女野兽的恋情, 甚至传郑静一曾为高金素梅放弃生命, 1988年,传出他与富商黄关博恋情, 他曾与黄关博在台北线西纸和开餐厅, 但是黄关博才悟出状况,因而分手, 1989年,高金素梅再次牵手台湾歌坛浪子高明俊, 金童玉女,人人称献, 但高明俊浪子性格,交往三年恋情告吹, 1992年,高金素梅因戏相识相恋港星和佳静, 只交往一年,曾相约若60岁仍单身就再爱一次, 2001年,高金素梅与唱片制作人戴维雄传出绯闻, 传他介入戴维雄的婚姻, 他曾为他怀孕,并在阳明山共筑爱潮。 2002年,高金素梅与已婚立伟同事郑志龙过从甚密传暧昧, 郑志龙不久便离婚。 2006年,高金素梅与已婚时任台北县副县长李红元, 数度被拍到恩爱同友,受绯闻影响, 李红元一度请辞在感情角色上高金素梅为何总是扮演小三的角色。 他说,平凡人也会有这样的经历, 只因我是公众人物,我唯一做错的事。 有时候太感性,太感情用事, 他也坦言,有很多人相处很久,不见得会有感情。 有人见了一面,缘分就来, 一路上碰到的都是贵人,好人,虽然感情并不顺遂, 感情是两人的事情,三取美凤取美凤, 曾与多名政商名流,有过一段情。 众所周知的是,前政治人物蔡仁坚和曾仲明, 2001年,曲美凤遭密友郭玉玲陵陷害, 泄露不雅光盘,掀起轩然大波, 被列入重要历史记录,曲美凤光盘事件。 曲美凤瞬间成为人人喊打的小三, 他对曾仲明的妻子道歉, 并把涉及光盘事件的前男友蔡仁坚郭玉玲 及独家报导创办人沈野, 发行人沈荣等11人告上法院, 他们分别被检方依妨害秘密, 妨害风化等罪嫌起诉。 最后,曲美凤与蔡仁坚和解, 沈荣被判有期徒刑两年, 郭玉玲则是有期徒刑四年八个月定罪, 曲美凤在光盘事件后出版书籍, 上各大节目求转型, 却不太顺利, 远赴英国攻读博士, 与当地结识小14岁的大陆男子Simon并结婚, 不久后便离异, 45岁没开二度抬伤于双轮, 生下一名宝贝儿子, 未料两人情感转弹, 曲美凤彻底认了, 恢复单身, 历经人生大风大浪, 曲美凤认知自己或许不适合谈恋爱, 便不再特别追寻, 将生活重心放在育儿和事业, 转战网络。 节目当主持人, 重现当年稳健的台风, 即能说灌道的口条, 虽然不像昔日有名气, 日子过得也很惬意, 四张婷, 1998年, 28岁的张婷和38岁的林瑞阳, 因为一张牵手同友的照片, 成为了舆论中心的人物。 此时, 张婷是当红女星, 林瑞阳不仅是台湾第一小生, 而且还是两个孩子的爸爸, 他们的关系, 被各大杂志报刊报道之后, 林瑞阳的经纪人夏玉顺, 对外很气愤地表示, 是别人家的蜘蛛精, 想要吃我们家的糖僧肉。 此言一出, 张婷也被媒体们冠上了蜘蛛精的称号, 对于当时走清纯路线的张婷来说, 这种名声无疑是致命性的打击。 第二天, 哭得梨花带雨的张婷在经纪人的陪同夏, 开了发布会解释她和林瑞阳的关系, 她说着我绝对不是第三者, 我不是蜘蛛精, 你们真的欺人太甚。 这边张婷刚澄清完, 那边林瑞阳就像个歧视似的站了出来, 她做了两件事情。 一, 林瑞阳拍着胸脯保证, 张婷绝对不是第三者, 如果有人污蔑她的名声, 她一定会告到底。 二,林瑞阳带着自己的妻子曾哲珍一同对外解释, 其实他们已经离婚了, 她没有出轨, 张婷也没有破坏她的家庭。 同时, 林瑞阳还言之早早地表示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结婚了。 尽管他们一个对外宣称终身不再娶, 一个表态绝对不会嫁她, 但接下来的故事走向却是, 张婷和林瑞阳在一起了, 由于牵手门在台湾的影响实在是太大, 所以林瑞阳就此退出了娱乐圈, 和张婷一起来到了内地谋求发展, 五肖强, 1995年, 肖强迎来了事业的爆发年, 这一年, 她被穷耀看上了, 穷耀邀请她出演自己的爱情剧《一连幽梦》和林瑞阳搭戏, 拍戏见戏, 二人就在一起摩擦, 左一摩, 右一摩, 渐渐地就摩出了爱情的火花, 日后, 二人还合作了《天涯共此时》, 在剧中饰演了一对夫妻, 为了增进演技, 老早地进入状态, 二人干脆就在戏外过起了剧中的生活, 只可惜, 此时的林瑞阳家里, 还有一位貌美天仙的小娇妻, 他俩的事情一经报道, 肖强顿时就成了所谓的小三, 为了少挨骂, 肖强赶紧就退出了战场, 2001年, 肖强的演艺事业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一年, 他不仅和大佬们阴阴厌厌, 而且还挤出来很多时间, 拍摄了好几部经典剧《李奥文就是其中的一个大佬》, 李老板也是一名大富商, 只是怕老婆, 属于七管炎, 但这并不妨碍他喜欢偷吃的爱好, 李奥文名下有高档餐厅, 还有高档酒店, 而肖强是他餐厅的做上课, 每次到店里吃饭, 不仅不掏钱, 而且还都能享受公主般的待遇, 餐厅里的员工都私下里喊他, 老板娘, 每次他来吃饭, 李奥文都会过来亲自伺候, 可日后, 他俩的绯闻就传到了李太太的耳朵里, 李太太是个狠人, 二话不说, 就带人修理了肖强一顿, 瞬间肖强就挂彩了, 后来面对媒体采访, 肖强也不承认, 并回应, 知道对方有家事不会乱来, 两人只是好朋友, 后来俩人就不再来往, 又贾静文, 1996年, 22岁的贾静文在拍摄《法医奇案》时, 结识了演员黄建群, 看到黄先生人气高涨的帅, 便主动投怀送报, 经不住贾千金的暗送秋波, 两人很快在一起了, 动不动就跑去优惠, 然而, 黄建群当时是已经结了婚的, 他和贾静文好伤的时候, 妻子王柏渝正挺着大肚子, 怀着身孕, 随着贾静文和黄建群的绯闻喧嚣日上, 妻子王柏渝也有所耳闻, 后来王柏渝去探班, 抓到贾静文和黄建群优惠现行, 第二天就被气到早产在悲愤交加中生下了孩子, 可孩子的出生并没有换来黄建群浪子回头, 贾静文也丝毫没有要放手的打算, 两人依旧暗度陈仓, 最后, 因为贾静文的插足, 导致黄建群和原配王柏渝离婚, 王柏渝在离婚后独自抚养女儿, 没有选择再婚, 这段抢来的感情才维持了没多久, 贾静文就把黄建群给绿了, 贾小姐不改水性洋花, 本性很快又看上了咆哮帝马景涛, 对小马哥展开了柔情攻势, 但贾静文看上的咆哮帝小马哥也并非单身, 小马哥与女友余力交往多年, 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因为贾静文的介入, 马景涛和余力多年情段已分手而收场, 1999年, 贾静文加入台湾综艺节目《齐开得胜》与胡瓜、 罗志祥、欧帝共同主持节目, 贾静文又和台湾金牌主持人产生了桃色绯闻, 据说贾静文做三成瘾, 再次介入了胡瓜的家庭, 导致其离婚, 由此, 贾静文彻底背负上了冠三的骂名, 遭到炮轰, 欺王祖贤, 1985年, 25岁的齐秦扶完兵役后, 经纪公司为了能够尽快巩固齐秦的偶像地位, 决定趁热打铁, 为他量身定制一部电影《芳草碧连天》, 为了保证这部电影的票房, 公司表示不惜一切代价, 一定要请一位最当红的女明星为齐秦助阵, 后来就选了王祖贤, 当时齐秦据说有着1.71米的身高, 加上那时候的她是又黑又瘦, 长相更谈不上帅气, 而极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王祖贤, 对齐秦很不感兴趣, 制片方为了缓和两人的关系, 想出一个主意, 让齐秦先教王祖贤唱电影的主题曲, 就这样两人慢慢走到了一起, 在大众的眼里, 两人就是才子佳人, 简直绝配, 就在大火等着两个人喜训的时候, 一个犹如重磅炸弹的新闻, 震惊了整个娱乐圈, 1993年, 王祖贤和富商林建月相恋, 与齐秦的感情, 终究败给了距离, 没逃过七年之痒, 王祖贤一开始就没看上林建月, 因为林建月已是有父之父, 还是五个孩子他爸, 可是依然不改风流本性, 但林建月利用自己的家族势力, 英雄就美, 替王祖贤摆平了很多事情, 加上林建月的甜言蜜语, 答应王祖贤离婚后娶他, 王祖贤很快就被林建月攻陷了, 但是林建月只是口头答应, 当时并没有马上离婚, 和妻子谢玲玲名义上仍是夫妻, 于是王祖贤和林建月的恋情一曝光, 王祖贤就因为插足别人婚姻做小三, 等被骂上了热搜, 1994年, 27岁的王祖贤推掉所有片约, 逐渐淡出演艺圈, 暂避风头, 这几位女星的经历, 就像一句歌词爱情是一种很玄的东西, 当爱情到了, 你可以为她奋不顾身, 虽然爱情来了, 挡也挡不住, 但是还是要注意分寸, 理智对待, 不要最后酿成悲剧。